多少总有个数吧 把这个给她 里边五十万 顺便告诉她 剩下的钱 我会尽快地还给她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我租了个地方 收收东西 准备搬家吧 我把这个房子卖了 你这么快就把房子给卖了 是啊 正好有人着急要房子 付的是全款 也就是说 你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 就把咱们的家给卖了 你做哪件事情跟我商量过呢 你非得这样做是吗 我已经这样做了 替我谢谢林薇 让她费心了 你到现在还觉得 我跟她有什么是吗 我现在不想说这个事情 以后再说吧 以后有机会说 经理 你先看看 我这都得好玩不好玩 我归得送我的 这个挺有意思 是吧 这搬哪儿合适你说 那个 您看这儿怎么样 对对对 我试试啊 试试试试 有事吗 那个姓梁的小子 我打听到了 说吧 姓梁呢 五十二岁 本科学历 学中文的 原来在财经专科学校 当办公室主任 现在是大宇私立学校的副校长 两年前离得婚 原来她老婆在图书馆上班 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姓梁的小子 和他们学校食堂的一个女的好上了 被她老婆发现了 这个姓梁呢 在外面挺花的 而且挺会骗钱的 行了 我知道了 一看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出去吧 找谁不好 找这么个东西 谁啊 我 你 你开下门 我几句话就懂人 来 什么事啊 我坐下说行吗 随便 快点啊 咱还得去店里呢 我今儿来啊 就是俩跟你说 你真的 离姓梁的小子远一点 我都打听了 那小子是花蚱片 你还真有闲工夫啊 咱俩过日子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对我的事这么上心过呀 你这是对上哪根筋了 景正我发现你特别愿意管别人家的事 是不是啊 咱俩没离的时候 你就天天家也不回 在外面忙活别人去 现在咱俩离了 你把别人忙活到你身边了 现在又开始来操我的闲心 你有这瘾 我还没这功夫呢 你要是精力过剩 你找别人去 别掉过头来吃我这块回头草 咱俩再没什么嚼头了 别把我恶心了再吃坏了你胃 你怎么说话还这样啊 咱俩这辈子就定了位了 只能这样啊 我不想跟你吵嘴 没劲 我说 你坐下跟我好好说话行吗 你坐那儿我坐不下 说完了没有 小美娟 咱俩从结婚到离婚啊 你就差不多没按我的意思 办过一件事 今儿个算我求你了 真的 你真的听我一句 你离那个姓梁的小的远一点 我跟你说我一搭眼 我就知道他巴起又不离时 你根本就玩不过他你 你说我认识个人 怎么把你急成这样啊 你嫉妒了吧 我嫉妒你干嘛 咱都散伙了咱们 干嘛 我告诉你干嘛 你是对不起别人 也见不得别人好 你是超级自私你 你别不知好赖啊你 我跟你说 我是看在咱们 夫妻一场的份上 甭看 咱俩夫妻一场这事 没这么大一张脸 都离了还得看着 那小的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怕你吃亏我 你以为我还是当初 那个二十几岁 那小姑娘呢 我好赖不分一感动 我就嫁给你 我跟你说啊 见证 你说梁博这人不怎么样 是吧 对啊 那我还真得跟他 好好处处 你觉得这人不怎么样 那说明这人不错 我不光跟他好好处 我跟他处好了 我还得跟他结婚 到时候我挂一屋子的婚纱照 夏明娟 说什么呀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爱信不信 我信我特别信 本来我还没想好呢 你这么一说 我还就下决心了我 姓葫头 都好家里不平衡啊 喂 是我 有事啊经理 你把那个姓梁的约出来 越快越好 好的 有事啊 好 孙孟 利沙交给开了 我想 我还是找罗雷谈谈吧 这事不能就这么甚见呀 是不是又吵架了 那罗雷把房子卖了 什么 我花了那么多心思 一点点不知其来的家 她说卖酒给卖了 她把房子给卖了 罗雷她想干什么呀 雷子 你说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越是想跟罗雷好好地过 就越是好不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本来我还以为我们俩能 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 没想到现在 老都越来越生气 从吵架 到动手 现在连家都没了 动手 她打你了 我也打她了 这儿呢 您好 小姐 请问简先生在哪房 别瞎打她了 这儿呢 是吧 简先生 您找我有事 没事我跟你瞎倒什么功夫 公主 简先生 您这种态度说话 有点不妥吧 我又不跟你废话了 以后离下面有点远一点啊 我们之间好像存在误会 有件事我想请教 什么事 您跟明娟女士 到底离婚了没有 我再说一遍啊 别明娟明娟的 我听着牙疼手痒呀 离了怎么着啊 既然是这样 我就该问您了 你们已经劳燕纷飞了 您为什么还要对我说这些呢 我不累 你管得着吗 什么劳燕 少跟我这儿摆文的啊 我实话告诉你 你底儿我已经摸了 不是会儿什么好评你 要坑 找别人坑去 夏明娟 不行 我们俩离了不家 可我不能眼瞅着你 把她给蒙了 她离了再找 这我不反对 可不能再找一个 连我都不如呢 更不能找一个又花又骗的 夏明娟眼神不好 我得替她盯着点 完了 别了 别了 很无趣 非常无聊 是没什么聊的 找你找菜 对了 我有东西给你 买房子的钱 还差一点 我给你倒杯水去 我给你倒杯水去 你要出去啊 对 有事 有 什么事 你动手打钱要飞了什么 他跟你说呢 打还是没打 是 我告诉你罗列 从小到大只要有我位子在 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江小飞一直把你当亲哥是吗 你把他当什么了 当妹妹吗 我把他当我的亲妹妹 你以为我是傻子 你喜欢他对不对 被我说中了是不是 你怎么说我我不管 你不能这么说江小飞 你也不能误会他 他没干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他可真是够厉害的 把我当傻子 把你当打手 这样的女人 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啊 我不信你这么说的 可以啊 如果她是你老婆 我肯定不会走 我 你干什么 别打 被子 你别这样别动手 要还好 江小飞你让开 你赶紧走吧 林伟 我求你了 你这样我们 真的说不清楚了 对 江小飞说得对 林伟 你越是这个样子 让我越觉得我蔡仪是对的 你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哥哥 你当着她的老公 你胡说什么 罗练 你说什么你知道 好 罗练 我不跟你打 我今天来找你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 你要再感动 简小飞一根毫毛 你试着 第二件事 她把钱和欠条都还给我 这件事情她不告诉你 她是有苦衷的 更多的是对你的苦心 这笔钱你是必须要还的 但用卖房子的钱还我 我不能让 把影楼经营好 挣我钱再帮我 你有法跟简小飞一起来骗我 就没什么没法要的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是林伟 你做人太不地道了 行了 罗练 你也别说得太过分了 那子是真心十一为我们好的 我当然知道她是为我们好 我现在完全知道她是真心的 你也是真心的 贝子 你拿着 还你就拿着 你先走吧 行吗 你走吧 我求求你了 好 我走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凭小飞 他眼 stable 你也走吧 你怎么对我都行 恩ль telef accessible 你不应该这么对威泽 江小飞 你真的是够欠的 你也真够让人失望的 失望的不仅是你一个人 是你的不仅是你一个人 你也做得太好了 你你咋的这些人 成为了你击齐心 你都想这些吗 我都想别人 寻想的意思 之后 你就想要不交到 我真是不打自招 妈 要打鸽子去了 没打鸽子 我来看你来了 暖和吧 没得媳妇吃得好 洛叔叔 这个皮肩你替太太买的 还挺不错嘛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不知道谁给奶奶这个皮肩 欢欢欢欢欢欢欢 怎么回事 谁给奶奶的 我真不知道 那天我出去埋菜去了 回来的时候 奶奶肩上就躲了这个皮肩 这皮肩原来甲里边没油 肯定有人赖过了 还把原来手给叫过谁了 暖和 可暖和呢 奶奶 吃饮 孩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等你快三个小时了 你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还没顾得上呢 你看你这样 你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好 悠悠 好了 好了 不哭了啊 跟阿姨进屋去 给你做好吃的 刘姨 我现在就你一个朋友了 我难受 我心里难受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有阿姨在呢 走 跟阿姨进屋去 不难受 走 来来来 快进了 来 坐点 阿姨给你倒杯水 我这儿有 刘姨 你别倒了 都倒阿姨这儿了 就别喝你那个了 咱喝点热乎了 待会儿阿姨出去啊 去买鸡翅去 阿姨烧的鸡翅可好吃了 刘姨 你对我真好 跟阿姨说 你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难事了 我离开酒吧 我离开酒吧了 离开 你 你在那儿干得多好啊 那个老板对你也挺好的 怎么 怎么 是不是又有什么人欺负你了 没人欺负我 那 怎么 那到底怎么的事啊 怎么 是我自己寒心了 寒心了 你怎么了 好啊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好 孩子 来来来 喝点水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你看 好了 好了 妹哥 爸来了 小奶奶了 过来看看她 这脸怎么了 这怎么 奶奶在屋里 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 我等你快点长大 长大了 我就放心了 长大了我就放心了 睡吧 睡吧孩子 好好睡 睡醒了就又长一大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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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